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当其冲 清田的这四座桥梁会成为最先的受害者 就拿直通市中心的这座太赫大桥来举例 太赫大桥是由三处橘黄色不等跨的钢拱作为支撑而悬吊起的一座双车道桥梁 两边各设有一处步行道 它的总体宽度仅有十米 双向通车的道路没有变道行驶的空间 这对于一座城市的主要道路来说显得过于窄小 然而异域厂里的还不止这些 为了确保大桥的防控水平和通行能力 设计者直接放弃了与路面齐平的方案 通过各种方式来增加桥面的高度 若按厂里来说 想要提升大桥的高度 它的两端必然会采用一段平缓的斜坡过渡 将路与桥相连接 可是清田的土地太过有限 两边只能采用区别针一样的转盘来解决这类的问题 然而留给转盘的空间还是有限 无奈便采用了缩减路面宽度的方式 来使施工的各项指标达到标准 在这四座桥里面 唯一没有采用环岛上桥方式的 便是这没有行车功能的景云大桥了 你可以通过两边引桥塔楼的楼梯 或升降电梯登上桥面 这座桥的宽度与太和大桥相同 工程总投资接近一个亿 为了凸显这里欧峰小城的定位 支撑主桥的塔楼 采用古罗马时期盛行的劝柱式风格 给人一种结实厚重的感觉 每每到了傍晚 金色的灯光便会均匀的铺满桥身 让游人觉得仿佛步入了 富里堂皇的古罗马神殿一般 这样的桥 在中国很少有城市能掌控得住 如果没有了充满欧洲元素的城市 来营造氛围 贸然的建成一座会想得太过跳脱 可是像清田这样 全城都是欧式风格的 除了西方列强的珠界区之外 恐怕只有在边境的一些城市 才能看到了 要问清田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欧式建筑 那还得要从清田特产的一种石头说起 清田石是叶辣石的一种 它的基色主调为青色 质地温润 印度市中 是中国钻科艺术应用最早 且最广泛的印材之一 它与巴林石 寿山石和昌化石 并称为中国四大名石 且位居四大国石之首 在这个山多地少 土壤贫瘠 自然灾害多的清田县 明末清初时期的清田人 借助清田石的名气 找到了一条全新的生存之道 它们的石雕 不仅受到了国人的喜爱 还成功打开了国际市场 成了西方世界颇受欢迎的东方伴手礼 这些去西方做生意的清田人 也因此发家致富 引得越来越多的乡亲们效仿 远渡海外谋生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 西方国家出现了不同程度的 劳动力短缺现象 于是中国采取 以供带兵的方式 参加到了战争中 但法国雇佣了3.7万名滑公里 就有2000多人来自于这个小县城 由于自然因素和历史战乱的推动 让清田人早早的就选择了背井离乡 脱家带口扎根海外 改革开放之后 在海外创业的清田人 可以用三刀一提这四个字来总结 三刀指的是 拿菜刀的厨师 拿剪刀的裁缝 还有就是拿剃头刀的理发店师傅 一提指的是 提着篮子在街边卖特色商品的小贩 由于当时中国的经济才刚刚起步 在个人劳动所得上 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早就有着在海外经商传统的清田人 更对远赴国外工作的营生推崇背质 老一辈的人经常用这句话来教导孩子 凡是混得有人样的清田人都在国外 这种近乎狂热的出国潮 席卷着清田的每一处角落 一纸长签甚至显得比大学文凭还要重要 在这些清田年轻人出走的高峰时期 全线50万人口的一半都是华侨 几乎家家都有人在国外发展 更令人嘖嘖称奇的是 在清田大街上的一些店面 竟可以不用换汇 拿着欧元就可以直接进行交易 不过情况还是在2012年之后发生了变化 那一年正值欧债危机爆发 欧元区的经济持续低迷 而中国正保持着每年近乎两位数的经济增长 这就导致回乡投资的华侨越来越多 清田的欧洲味也正是源于这些出国闯荡的华侨 回乡建设的成果 就拿去年的第七次人口统计数据来看 清田的华侨人口已经从20余万下滑到了14.61万人 除去一些已经改了国际的华人 料想更多在海外打拼的清田人 已经回流来建设家乡了吧 在清田县火车站前方的清田华侨广场的一旁 密密麻麻的插满了138根侨团会旗杆 每一面会旗都代表着清田人在海外的一个组织 其中很多面旗帜都与西班牙这个国家有关 说出一些数据专门来调动你们的情绪 在西班牙的清田人 几乎涉及了华人所能参与的任何行业 光西班牙的中餐馆 清田人开的就有500多家 尤其是在西班牙的第二大城市巴塞罗那 就是一直闹独立的加泰罗尼亚的首府 清田人占华侨总人数的70%以上 在巴塞罗那市中心的凯旋门 有一座大型的服装市场 市场里面的经营者几乎清一色的都是清田人 街上磁吸笔服的清田话 引得当地人都能吼个两嗓子 在外经营的清田人多有着吃苦能干的特性 尤其是经营酒吧的老板 可以保持一天上12至16个小时的班 还有那些开日本料理店的清田人 他们的勤劳经营 也迫使那些公认为工作狂魔的日本人开的日料店 纷纷步入了破产的边缘 也难怪很多国人申请海外签证的时候 签证官对这两个田 莆田和清田的申请者都会格外的严格 也正是由于这些海外清田人的努力 才使得九山半水半分田的清田 克服了它经济发展的先天不足 成为一座经济总量仅次于 泥水主城区联都区的经济强线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 泥水的第一高楼竟不在联都区 而在60公里之外的清田 它就是位于欧南街道石锅上村的 华侨总部经济大楼 这片占地22万平米的楼区 共有5栋建筑 其中包括一幢总部办公楼 一幢星级酒店和三幢住宅楼 总部办公大楼的高度为150米 规划能够引进100家以上的 企业总部进驻清田 为入住企业提供了最多跑一次的服务 叫他们能够安心办好自己的事情 所以这栋大楼不仅是清田的经济地标 还承载着清田县 期盼海外清商早日回归 投资和建设清田的诚意 随着中西方经济差距的缩减 清田传统的发展模式会变得越来越走不通 为了全县经济在今后能够健康地发展 清田在广袤的农村山地 投入了大量的科研经费 力争将劣势扭转成优势 相信勤劳的清田人 在国内也能闯出一片新天地 好了 接下来依然是用数据做总结的环节 清田县是三县城市里水市的辖县 该县2020年的GDP为249.13亿元 在浙江90个区县内排名第71 全县总面积为2493平方公里 总人口为50.9万人 其中华侨人口14.61万人 人均GDP为4.9万元人民币 城市建设度76分 城市绿化度74分 下一节节目 我来到了里水的中心城区联都区 里水联都区的情况 同我前面讲到的宁德交城区类似 相比于浙江其他的地级市 它的起点较低 在2000年才刚撤销的县级里水市 成立了联都区 所以从经济层面上来看 里水显得并不是非常的亮眼 不过里水的发展潜力非常的大 特别是在近些年 里水成功达成了从四县越界到三县城市的晋级 那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呢 想要对其深入了解的朋友 还请点赞关注和评论 那我们下期节目中不见不散咯